21岁伟娘助水手服抽烟创造另类萌典可爱棒装男女网友都羡慕。 曾经有很多日本未成年人在社群网站分享抽烟的照片引发言上人肉搜索的风波,不过最近有一位身穿学生服的年轻女网友分享抽烟照片却反而被赞美,很可爱,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位网友根本已经成年,可以合法抽烟就算了,甚至还是男而身,如此另类的萌典全部集结在一起,难怪让男女网友都直呼可爱了。 原汁原味的内容在这里 这位女高中生抽烟的照片最近在日本讨论区流传,通常在社群网站分享这种照片的笨蛋都会遭到网友人肉搜索,接住通报学校让他们尝到苦头。 可是这位女高中生却完全没事,原来 以为是女高中生吗? 其实是21岁的男生扮女装所以OK了。 她其实是一位显称,爱爱陈,的胃娘,既然已经成年,抽不抽烟就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了,网友们难得看到胃娘,水手服,抽烟这几个属性集结在一起都直呼这是另类的萌典。 爱爱陈,非常希望能够以女装过生活因此下了许多功夫,那头长发是真的头发,甚至自称已经利用女性荷尔蒙让胸部稍微鼓起,只是她暂时没有切掉, 只知之意,的打算,因为感觉有点浪费。 换上女用轻便服装,为娘穿上男装。 还有经典的女服装,可爱的伟娘真的会让男女网友都羡慕啊。 最新,迪英美国监狱探子雄多吉少,警方爆出惊人罪证,这次李承宇也束手无策,夫妇都哭了。 最新消息,迪英儿子完蛋了,收枪也搜出来了,还有1600发子弹,迪英孙鹏傻了,神仙也难救他,迪英监狱探子泪。 电价掌价IP,王定宇这次又不要脸的拿出买政府出来救援了,李游瞎报,网友看不下去纷纷炮轰。 美权威打脸迪英,钱白花了,王牌天价律师身份被起底,迪英孔承其口中飞扬。 4月5日,清明节,这几个生肖钞票夺得数不清,买彩票中投奖。 台湾灵魂灵魂人物突然投奔大陆,泰政府惊慌失措。 中国的这一拳,打得美国有点痛。 国内最新油价预测,4月5日至11日。 高铁出轨,德国一次性丢掉600亿。安全性第一。 英国,幸好我的是中国制造。 全世界最大骗子去世,留下14万个比特币。 徒子徒孙还在骗。 曝光,乌统区部主席,泡叶点诱,吸,毒,被捕。 他嚣张欺负马华,逼让楚敦拉萨国席给他上阵,终于报应道。 玩玩了。 菩萨诞辰开始,这几个生肖横财大发。 一定要去买彩票。 并非自己做通过。 在年纪最初的追逻,订下4月数据。 说明了。